人生一世,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发财报复的梦,君子爱财取之有道,这都无可厚非,遗憾的是,很多人一生也只是想想这样的梦,消极地认为自己并没有这个财运,但是网上数个三代,又有谁拥有万贯家财呢? 有钱的人,要么是父辈努力的结果,要么是自己刻苦改变了穷命,一世的平凡并不意味着一世的平凡,开局也决定不了结局,只要你打心底里渴望改变,为之付出努力,想要翻身并不难,一个人发财前多半会出现这几个征兆,如果你身上出现了一点,抓牢了坚持下去,翻身再往,看看你有吗?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,开始有自己的主见和看法,一个人随波逐流的人,一辈子都是没什么大进步的,一个随波逐流的人,是很难有大成就的,也是很难赚到大钱的,为了合群,而选择随波逐流,把自己的主见弄丢了,注定一辈子庸庸碌碌,其实,当你小心翼翼地去合群,不仅得不到别人的认可和尊重, 只会越来越被轻视,总想合群,就会变得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和看法,就会失去自己的立场和原则。 做什么事情,都不再带着自己的思考,这样的活法,不说赚大钱,就连一些小钱都可能挣不到。 当一个人,开始学会了独立思考,有自己的原则和立场,敢于坚持自己正确的判断,逐渐开始学会活出自己想活的样子。 那么,接下来,他就会越来越顺,带着自己的思考去做事情,才能够不断地总结经验,不断地完善自己,去发现和挖掘别人发现不到的机会,赚钱的机会才能够被抓住,钱财才会越赚越多。 要明白,一个人人都知道和看好的项目,往往是最难赚钱的。 大家都知道的东西,自然都去做,竞争肯定会越来越大,大部分人进去,往往只能够成为炮灰,一败涂地,只有坚持独立思考,有与众不同的看法,才能够发现别人发现不到的机会,才会有机会把握,只需很小成本,就能够赚钱的好时机。 管理好情绪 在生活中,大部分人都成为情绪的奴隶,总是不知不觉地被情绪所掌控。一个人,管理不好情绪是很难成功的,能够管理好自己情绪的人,都是极为厉害的人,越是能够管理好自己的情绪,越是能够赚大钱。 发大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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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就是说,当一个人变得谦虚谨慎的时候,说明他积极发达,好运一定会来临,谦虚谨慎的背后,其实并不是不够勇敢,而是更长远的规划。 越挫越勇的强大心态 这一条路上,往往就是九死一生的。是一定要经历无数的困难和挫折的,一定会面临很多次的近乎绝望困难。如果没有越挫越勇的强大心态,是很难支撑到底的。一个人,当拥有了越挫越勇的强大心态,无论他从事什么行业,都可以预见,在未来,他必然会拥有不俗的成就,赚钱发大财,必然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。 只是时间或早或晚而已。有一位名人说过每一种挫折或不利的突变,是带着同样或较大的有利的种子,强者面对挫折就会微笑面对,弱者则会退缩,一个人要想获得成功。 就要有毫不动摇的决心,毅力和愿意面对无数危难的精神,不要因为接踵而来的挑战,就朝着负面的方向下,便得悲观而愤世嫉俗。 如果只朝着负面的方向下,那这些负面因素将限制我们潜能的发挥,使我们限定在一个圈里,而找不到出口,消耗掉我们的精力,令我们丧失一个个反败为胜的机会,甚至令我们的希望破灭。 因此,绝不能低估负面心态的排斥力量,它能阻止人生的幸运,让我们和优秀成功失之交臂。 这个社会上,其实并不缺发财便有钱的机会。 只是很多人在这种机会面前浅尝辙止,看似做了很多事情,涉猎了很多赚钱的项目,但都做得不深,付出的努力和专注度也不够。 如果在以往信息不对称的时代,靠着打信息差,这样遍地撒网的方式,或许也能找到和抓住发财便有钱的机会,但是,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, 各行各业的信息都变得十分的透明,想靠信息差发财,那是越来越难了。 相反,能沉下心来,专注做一件事情,付出持续的努力和永不放弃的坚持,把这件事做深做精做透,做到不可代替。 那你就一直是在走上坡路,离发财便有钱,也就不远了。 目标定位清晰 巴菲特说过,生活的关键在于,要给自己找准确定位,其实,不管是生活中,还是在职场中,最先要明白的就是找到自己的定位,这样才不会盲目地去努力。 所有的付出,也终将会有一个好的回报,鲁迅七一从文,之后,把文学作为自己的目标,写出了许多具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,唤醒了数以万计的中华儿女。 并不是说,每个人都要有伟大的报复,这里只是举个例子,职场上把自己的位置放对,才会有更好的成就。 并且,当今的生活中有太多的诱惑和机会做选择,很容易迷失自己的定位,一旦有了清晰目标的话,并未知付出行动,成功终将不会辜负你。 当一个人没有目标的时候,就像是茫茫大海里的一夜偏舟,就算用尽了力气去扬帆百度,也没有办法抵达彼岸,因为心中没有方向,没有目标,就永远是在原地打转,人生也是如此。 没有目标的人生就是行驶在茫茫大海中的偏舟,永远无法驶向彼岸,面对生活中的众多选择,没有办法选择其中一个,并未此努力奋斗。 也就变成了在原地打转,终究是因为对自己的认识不足,自然也没有办法有热爱的领域和想要追求的东西,也就是在浑浑噩噩的过日子。 在原地打转的时候,好运自然也就不会从天而降,而当一个人目标定位清晰的时候,就是即将发达的征兆,有了清晰的目标,就会为之不断努力。 因为清晰的定位,就算遇到一些难题,也能够很快地解决,继续试着向前,只要坚持不懈,定然会前途无量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。